它有好幾種價位 第一種是598的 再來是698的 肉品就多不少了 也有冠軍和牛巷798 還有這個澳洲純血和牛 這個蠻重要的 它還給它畫一個型號 再來是998的 海陸頂級巷 好久了耶 對 這是最高檔的 1580的 A5和牛巷 所以你打算點這個 沒有啦沒有啦 我們點個中間好不好 中規中矩 798好不好 符合大眾的 而且我們今天開車也不太適合喝酒 798的 它好像筍湯頭 五選二鴛鴦鍋 我們剛剛是叫的這個 此生必吃 麻辣鍋的 對這一定要吃吃看 這個要加價 一個人加69 我們另外一個就選這個 蒜香老母雞 就是一個辣一個不辣 讚喔 對跟大家補充一下 這個698的海鮮啊 還有這個798的海鮮 只能點一次 也OK啦 因為我們來這邊 主要也是想吃肉 OKOK 我們剛剛有先加 基本肉盤都有點 對 那我們就看看我們想要在加什麼 我們點超多肉的耶 全上耶 全上了喔 不然等等 我們現在用這個平板點給大家看 先把這一趟先吃完 怕等一下吃不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自助爸爸 各種麵 白飯 都有製品 當然還有重要的肉燥飯啦 有蜜汁 跟香辣兩種 咖啡跟飲料 必須的 還有哈根達斯 不賴喔 口味還不少呢 當然你要自己DIY做雙麒麟 這裡也是有的喔 各種配料 任你搭 蔬菜火鍋料區 吃完肉 記得補充蔬菜喔 調味料區 你可以搭配他們焦的配方 也可以自己發揮創意 搭配出自己愛吃的口味 這也算是他們的特色之一 甜點區 吃飽後一定要來吃吃看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響啊 丟到這個麻辣鍋裡面會更香喔 你要不要先喝看原味 對我也是這麼想 先丟的話不準 搞不好我們覺得已經夠香了 先喝喝看 這鴨血就可以無限夾的嘛對不對 沒有夠無夾的 沒有啊 對啊 不過來這邊應該是吃肉 鴨血的話就會肥沉 先用聞的 喔好香耶 長一點啊 麻辣 好喝 小辣 非常的香 很多層次啊 嗯 所以一開始最好先喝湯 因為你後面加的肉 都不太適合喝湯 有麻喔 對 麻麻香香的 那我們可以丟進去吧 下去囉 有點像齁 看一下 來 這個肉斗制三分鐘 你可以算海鮮的時候用 對 雙醬牛肉 各一半丟 好各一半丟 沒有問題 算差不多10秒好不好 這雙醬牛肉有夠軟的 我覺得配這個湯頭很大喔 雪花牛喔 這個油花香有點重喔 這個油花香有點重喔 豬子牛 我好喜歡吃蒂子牛喔 而且那個肉質也不會柴 又Q又嫩 我很喜歡 不要我還要再加點 花牛喔 蠻大塊的 超好吃耶 可以這個辣的 嗯 這個滑牛也太軟了吧 它每一個肉質都不錯 但是這個特別突出 感覺可以突 專攻那個 對 對 蝸牛應該是目前 TOP OF ONE 對 中藤系的 金賞煎切和牛 挺7秒喔 來 我們來算一下 哇 撈起來 這兩塊 哇 那個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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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牛雖然不錯吃 但是剛剛我們吃那個滑牛太突出了 因為壓過它 它再一個厲害的 唇血和牛 雞肉就丟到老母雞湯 迪佩雞 一個是黑毛豬 一個是梅花 我不確定哪個是哪一個 因為切完都長得很像 兩片跟三片而已 對 我猜兩片是黑毛 黑毛聽起來比較貴 對 這個應該就要煮久一點 我覺得肉片啊 他們這個麻辣鍋 算很香耶 很適合 那個好像也不用調味 真的 真的 煮完更認不出誰是誰了 算了都是肉 吃就對了 吃一看 豬肉沒什麼腥味 這不然它豬夠新鮮啦 沒有那個豬燒味 沒有那個豬燒味 我來沾一下我的特料 這醬料很做實 我有加他們的辣粉 我跟妳調的都不太一樣 嗯 這個就是他們店家招待給雞蒸 雞蒸我就給它放在麻辣鍋這邊好了 也蠻適合的啊 是啊 看起來是已經煮過了 但是我們只要想把它加熱就可以了 我們的雞煮好 我們再上個海鮮 海鮮的話我是覺得想要熬湯頭啦 我們就放在這個老母雞這邊就怎麼樣 OK 那我們先吃一下剛剛的那個雞肉 怎麼那麼軟的雞肉啊 這個湯還是他們的肉厲害 為什麼丟進去裡面 肉都變那麼軟啊 都入口即化耶 趁趁他沒有什麼肉 來吃點豆腐跟鴨鹹 因為它的豆腐也很好吃 經過燉煮啊 完全入味 滷雞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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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雞蒸本身就滷透了 有點甜甜的對不對 本身就有味道 嗯 所以相當可能是我們用麻辣鍋幫它加熱 它吃起來還辣甜辣甜這樣子 我來喝喝這個湯頭 裡面包含撈木雞跟海鮮 哇 有夠鮮的 綜合起來了 還不錯啊 好喝 吃個蝦子 蝦子新鮮沒毛病 讚 這是店家招待 F1日本國產牛 F1賽車 沒有啦 F1日本國產牛 試試看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打他平衡是不是 嚇死我 他是說算3秒就好了 3秒喔來來來 因為他說那個算新鮮啦 不用那麼久 沒問題 3秒 1 2 3 好 不多不少 好 我一算好你就把這個碗 好啦先給你先給你 蠻紅的耶 我靠這 這真的嗎 好來 一樣3秒好不好 1 2 3 欸欸 我們不能超過好不好 不能超過 媽媽這難怪嗎 這個全紅的耶 欸就是要這樣子啊 我們吃吃看囉 超軟耶 真的是1580 真的有差別 生1580的肉真的是 跳脫那個檔子耶 超級軟 又厚又大片 對 你剛剛不是用麻辣的嘛 所以他完全不會被麻辣開掉 對 他本身他是野本身的肉味啊 很香 這一盤是A5 A5那個比較胖 對 一樣 3秒 1 2 3 3 嗯 就是要紅 你說你啊 對啊 沒錯 就是要紅 就是要紅 口感不一樣 吃起來很Q彈 而且我覺得我喜歡它的鮪魚 也很甜甜的 你吃得出來吧 不錯啊 嗯 兩個都不錯啦 真的 而且吃得出層次啦 兩個都不一樣 就是牛肉丸 還有牛肚 那我們的特殊玩法 沒錯 這個一定要加麻辣喔 這一定要加麻辣喔 這個要店家招待啦 活動的 生食級干貝 身份證有8的3個 我一個8都沒有 哈哈哈哈 那個沒有耶 對不對 要3個8才有喔 給大家參考啦 這個活動 哇 他跟我們講說 建議組個7分熟 沒錯 所以今天要吃它的鮮甜味 沒錯 設定時間麻煩 阿永你幫我設定一下 我幫你用 好 2分半好了 好 好甜喔 好像裡面 裝了糖一樣 怎麼會甜啊 嗯 他們排骨酥是去骨的 直接吃就可以了 丸子 這牛肉丸嘛對不對 對 包我丸子 他丸子裡面還有包一顆丸子耶 真的 你沒有包肉 嗯 好像二螺絲娃娃一樣 你們還包一個 他們說它的干貝是生食級的 但是我們燙得比較快一點點 大概5分熟 吃吃看 剛剛好 很甜耶 真的好甜喔 每一顆都好甜喔 要快撈起來嗎 阿永你的剉冰來了 有沒有黑糖 你是淋黑糖這樣吃啊 來 煉乳也可以 好不好旁邊看到人 怎麼那麼好還要化冰 我旁邊以為是這邊的糟大 還可以來吃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的想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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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前三名是剛剛一五八年生上去那兩個 一個A5跟一個F1 真的好好吃 到現在還意有味盡 畢竟它價位比較高嘛 對 阿如果是說繞回來講我們這個價位的話 那個嫩牛也非常的好吃 和牛也不賴 還有那個八八八的干貝 但是它難度比較高 可是真的很多顆啊 嗯 阿你有什麼想法 我也覺得滑牛比較好吃 如果是說我們這個價位的花牛 我們比較愛吧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加湯過後 那個麻辣會洗濕掉 有喔 應該是故意的啦 因為你想想看吧 我們第一趟吃是最好吃的 阿它泡我們肉如果一直煮 一直煮 它那個水會蒸發 會越來越鹹 阿如果它又倒高湯 又是一樣的味道的話 那就鹹上加鹹 所以它後面的高湯的話 就比較淡一點點 所以吃起來配的話就是 剛剛好啦 如果硬要講最香的話 就當然是第一趟是最香 很滿意 吃得滿意 那我們一天就結束囉 少了就訂閱 數字更新 哇牛舌哥 你的甜點會不會 吃太多啦 沒有啦一起吃啦 哈根大食的N70 很甜 但是酒沒吃蠻好吃的 我很喜歡酒沒有吃哈根大食的 那一半分我 有問題 會不會融化 不會 來 來吃這個烤布蕾 這個布蕾喔 我以為是奶酪 布蕾 它上面有一點點焦糖 我們吃吃看 哇很好吃耶 真的啊 他們自己做的 先看一下 很香濃啊 布蕾 對 布蕾 一開始吃那個焦糖有點苦苦的 配那個奶酪 點綴下去 升華 我留一個給你喔 好 來喔 等一下我繼續慢慢吃 我們來吃下這個 小泡芙 這個好像比較偏中泡芙了吧 對 它一口一個剛剛好 這個就中規中矩啊 嗯 好啦各位掰掰 各位朋友 我們今年 產片量會增加 如果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一定要訂閱我們 甚至強迫你朋友 訂閱我們 你看連我家貓都瘋起來了 爽一定要訂閱就是了啦 爽啊 不爽啊 不爽再看一遍啦 看到爽為止 強迫我們訂閱就是了啦 馬上衝起來 太兇了啦 有不推進 我不再看一遍啦 這就好 就好了 要很濫 很難燥 就這樣 好 就來這就好 對 到這邊 有些人